我问一个之前一个小问题 就台湾的普通民众 他们对大陆目前 比如说经济发展 生活水平 到底是怎样的状况 是真的那么缺乏了解吗 真的 这种缺乏了解 大概比例有多少 我举个例子 在疫情前 几乎台湾的人 大概都心里承认 大陆的经济很厉害 然后疫情的时候 他们就完全接受了 民进党台独 跟美国的洗脑说 大陆好可怕 疫情之后 美国跟台独就开始宣传 大陆的经济崩溃了 按照他们的宣传 大陆的经济应该 每天崩溃三次 才对得起他们的宣传 就不断地崩溃 各种崩溃 然后确实 美国在加大力度 在对大陆的经济 做各种的压力测试 但是我们在大陆生活 或者是清除大陆人 当然知道这不是事实 你看华为就是个例子 所以华为的摇摇 领先真的让台独很崩溃 让美国很崩溃 可是一般的老百姓 他每天上班 每天工作 他回来看一眼电视 滑个手机 他接触的是最容易 被操弄的假讯息 所以大部分的人 他的意识形态 跟他的情绪 都是被管控的 他不能够了解大陆 然后现在台湾又刻意地 不让两岸的观光往来 因为我们已经说到 这个美国的因素 台湾现在会这样的 背后巨大的退守 毫无疑问是美国 每次我们讨论台湾议题 都会分析 美国在这个事情里面的作用 包括这个禁门事件 您刚刚也说 一定有来自于美方的受益 其实在经济这一块 你看最新的消息 他要牢牢地掌控台积电 台积电要去美国开场 在他的受益下 还要去其他国家开场 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台积电这样的 巨无霸的企业肢解掉 把台湾的整个经济结构 肢解掉 然后要让它武器化 把它装备成 所谓的叫豪猪 这个是美国在台湾地区 现在在做的事 所以在这之后 包括我们前段时间 讨论过台湾的 这个所谓地区选举 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这些明里 暗里的动作 是不是会更多 但是我发觉就是 从我看到的美国的材料 他们也突然发现 他们本来觉得就是 就你说的 美国人想做这种 帮台湾提供武器 军备 让台湾人民 打游击战 抵抗 巷战 现在他们的结论是 台湾老百姓 没有像乌克兰那样的 抵抗意志 这几乎是个共识了 对 之前在以前节目里说过 他们会秀红旗 真的会连夜秀 五星红旗 台湾人真的不喜欢打仗 听见了吗 老美 我们台湾人 真的不喜欢打仗 以前包括绿媒媒体 在街上做的采访 还是和平好 千万不要打仗 因为台独这个概念 它本身违反了历史文化 还有违反了我们从小 受到的教育 台湾不是中国人 那台湾到底什么人 我们的祖先 我们朱武备 这中国人 我们说中国话 我们说中国人 我们整个体制都是中国的 我们现在用的法律 是从南京带过来的 你告诉我不是中国人 但是有一个恐惧就是 如果统一再拖了 再给他十年 二十年 台湾的乌克兰化 这是美国跟台独 一直在努力在做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这就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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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